来,拔掉,拔掉 新芽都给它拔掉 这就是兰花的根斧,软斧 兰花出现了黄叶,掉叶了 我们给它拔掉是治标不治本的 拔掉这根,旁边这根还是会继续出现腐烂 新芽也跟着遭殃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在叶片 而是由于根系腐烂,造成了真菌感染 以前姐姐这个问题呢 都是直接用二美林去灌根 但是现在有一个更加简单,方便 又能持久防治烂根的方法 那就是用这个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直接撒在花盆的表面 每次浇水或下雨 它都会缓慢释放,被植物吸收 接下来的两个月 你的兰花就很难再出现以上的这些问题了 像夏季容易烂根的蟹爪兰 黑斧化水的多肉植物 所有植物都可以用它来预防 同款千百计小黑颗粒 点视频在下方